如果你是冲着它的颜值 冲着它的帅气而来的话呢 它绝对能让你登在朋友圈的席位 它号称是世界上最快的电竞平板电脑 AUG FLOW Z13 又再次颠覆了我对电竞笔电设计的所有想象 那我觉得RG家他们电竞产品的辨识度其实是很高的 相信大家从FLOW Z13身上也可以看得到这一点 我自己是没有看过这么严的笔电 它直接在这个背盖上面装上了一个玻璃视窗 可以让你直接看到电脑的motherboard 而且只要在你开机的时候 它就会直接亮出RGB灯 那在这个玻璃上面它其实也刻了一个小坐标 那你只要去Google search一下 其实这个坐标就是ROG台湾的走务地址 很酷吧 另外在背盖的散热孔还是做了一些设计 比如说像这里有一个几何图形 这里的话就有一个06的字样 那么06就代表着ROG诞生的年份2006年 这里的话就有一个大家都懂的ROG slogan For those who'day 还有一些不规则的线条设计 还有这里就有一个8MP的后置镜头 那么这个平板电脑它是自带支架 所以你要用到的时候像这样子打开它就好 而且我觉得它很贴心的一个地方就是呢 它在支架旁边做一个突出的小小个的红色ROG logo tag 可以让你更加方便的打开它 那这个呢能够扩展到最扩170度 而且你会用笔写字啊会画什么的也比较轻松 因为它是平板电脑的关系 所以它就配有这个可以拆卸的磁吸键盘 就像这样子把它装上去就可以用了 虽然是说它没有像一般的电竞键盘那样有很有力度的回馈感 但是还有RGB灯哟 那因为之前呢Flo X13是没有的嘛 所以我就以为整个Flow系列都是没有RGB的这个元素在里面 RGB可是电竞的精髓哟大家 装上去之后呢它就会像这样子呈现一个倾斜角度 方便你打字 如果是说你觉得它会影响你触碰这些下面的屏幕的地方的话呢 你就可以像这样子把它推下来放屏使用也是没有问题的 这一点我不是很喜欢这个键盘的地方就是在它这个背盖 键盘的背盖是采用绒布的材质 我就觉得太容易肮脏很容易沾灰尘 所以就好亲密 来看下侧边 上方有两组排气孔 中间写着一个大大方方的Republic of Gamers 那左侧有一个USB Type-C ROG XG Mobile Interface兼Type-C接口 那右侧的话呢有个指纹识别开关 音量键 USB 2.0 Type-A 3.5mm的Audio Jack 还有MicroSD卡槽 那ROG Flow Z13呢它的重量是1.18kg 那它是比Flo X13还要轻的 那这个怪兽里面呢它装着是第12代的Intel Core i9处理器 配备NVIDIA GeForce RTX 3050 Ti的独显 最高呢是有16GB LPDDR5内存 以及最高1TB的NVMe PCIe SSD 所以现在呢我们就直接来测试它的游戏表现 那因为呢它是这个平板电脑的关系 所以可玩性就更高 那你可以拆掉你的键盘 然后画上你的Xbox Controler 直接和朋友开战打击 只要你的游戏遥控呢是有适配电脑的话 一样也可以在Flo X13上面使用它 我们先来看要玩什么游戏啊 可以玩一个赛车怎么样 好大家我们现在要上路了 然后你可以看到右上角这边呢 有它的FPS啊CPU GPU的数据 那这个游戏的画质 我现在是把它开到Ultra 你们可以看到它画质其实很好诶 屏幕很漂亮的颜色 天啊我又我要 我又我刚刚要死掉了 再说 very good very good 我是一个神车手 好我们现在看它目前是没有出现卡顿的现象啦 是还不错的 好大家我现在把那个画质呢 开到Medium 然后它的画质最高可以去到120 你们有看到吗 现在它在右上角这里 就是在100到120之间啦 还不错 然后 哎呦这个平稳好诶 然后我觉得它跟Xbox的这个搭配 我觉得是还不错的 因为这个是我第一次玩Xbox 然后我觉得有这样子的体验 也还蛮不错 就是我自己是有很沉浸在这个游戏里的啦 好我们现在就来玩另外一款游戏 那基于我本人是一个玩太多那种转来转去的游戏 会头晕的人 所以我现在就选了一个看起来比较亲民又很可爱的游戏 就是这个DISNELAND ADVENTURE CAMGAUSBANK你拿来打DISNELAND吧 哎呀要换换口味的吗 你们每天来来续续打当几个游戏不显的呗 你看这个极可爱 也不懂年底日本开放了没有哦 因为我没有去过DISNELAND 所以就现在趁机来玩玩看一下 好多人哦 而且哦 我这个是已经开到最高画质来了 所以其实我觉得 你看整个画质的屏幕啊 都是很高清的 然后很疗愈的感觉 好我们来跟Micky Mouse讲话 这是迷迷耶 哦Mini Mouse 哈哈哈哈 你礼貌吗 好来看一下它有没有岩石的情况 我们来转一圈试试看 呦 其实会很晕一下 我的天啊 好我们这样子转其实都还OK 没有岩石来跳跳看 嗯 也可以 漂亮耶 你看这个画质 就很疗愈的感觉 目前玩了这两款不一样层面的游戏呢 可以说他们的游戏体验 其实是很不错也很顺畅的 而且加上因为它是平板电脑的关系 你就可以拆掉键盘 这样子它的这个游戏视觉体验 就会和一些自带键盘的笔电 有点不一样 那这样子你要带去旅行啊 Staycation的时候呢 就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小小的电视屏幕 随时随地就能和朋友开战打击 好这样现在呢我们就把它的键盘装回来 然后来玩玩看Valorant 大家是不是看到桌子上呢 还多了一个东西 对就是这个XG Mobile外接显卡 有了它呢就可以玩一些比较好性能的3A大座游戏 还有一些设计类型游戏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那我在玩Valorant的时候呢 是开启了最高画质 而且目前呢 它是没有出现卡顿的现象 那帧数最高可以去到300甚至400以上 除了散热风扇有点潮汁外 我觉得它的画质还是蛮不错的 而且很稳定 我手上这台Flow Z13配备的是 13.4寸IPH Full HD Plus 120Hz的刷新率触控屏 屏幕比例16比10 拥有最高500nits峰值亮度 以及100%的SRGB色域 那屏幕通过了Pantone色彩认证 支援Zobie Vision HR 以及Attentive Steam技术 它还有另外一个屏幕配置呢 就是4K 60Hz刷新率的屏幕 所以就可以看你的个人需求 想要选择什么样的屏幕配置 看这个体验是很不错的 加上你还可以拆掉键盘 躺在床上看戏的感觉就会更爽 那么它也是有配备这个双扬声器 支持Dolby Atmos 还有Hi-Res音效播放 所以在看着的时候 会更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You cannot control everything You brought this on yourself 它也配有了Hi-SNR区帧列麦克风 支援AI降噪 可以在打游戏的时候 支援降噪模式 听清楚对方讲话的声音 在充电的部分的Flow地址上 它就配备了56Wh的电池容量 还有100W的Type-C快充插头 在30分钟就可以充满50%的电量 最后就是售价 它有两个配置的价格 i7的版本售价是7999 然后i9的版本是马币发799 我是觉得如果你有预算的话呢 是可以直接拿到i9的版本 因为虽然是说它的价格 以一个平板来讲是比较高 但是呢它在玩一些像A大作啊 还是影片剪辑的时候呢 都可以胜任如同笔电这样子的任务 而且它还是用着最新的 第12代的i9处理器哦 入手Flow地13的时候呢 它会随机附送一个滑鼠 一个AXS Pen 还有电脑包 我觉得它会比较适合 喜欢带着笔电出外办公的朋友 好像你出国旅行啊 还是Staycation之类的 你就可以带着它 可朋友一起打游戏 看剧娱乐的话呢 都可以把键盘拆掉当成平板来使用 但是如果你是喜欢用桌电来打游戏 还是习惯更大的屏幕的话 这个可能就不太适合你啦 因为它的屏幕比较小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 记得点赞分享 还有订阅Zingadget的Facebook跟YouTube 并且打开小铃铛 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我们最新的影片通知 众里寻他千百度 关注尹讯不迷路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